綠色上衣的女子在住家附近走來走去 但到底在找什麼東西 接下來女子突然把手伸進別人家信箱 隨後快速離去 原來這些信件通通都是其他公司 寄來的股東會紀念品兌換通知 了解相關案情後 依犯嫌特徵全面調閱監視器整開追查行 仔細看派出所桌上擺滿各種兌換品 有肩頸按摩器、環保餐具、手電筒、咖啡兌換券等物品 女子誇張行為讓居民都無法接受 鎖定一名女性犯嫌 並發現該犯嫌令於多處竊取他人的信件 後與警方巡邏時 發現與犯嫌相貌、特徵、相似之婦女 經盤查比對監視器畫面後 該犯嫌坦誠不惠 經警方深入追查 犯嫌系竊取股東會紀念品之兌換信件 以獲取股東會紀念品 副查扣犯嫌已兌換之股東會紀念品 包含智能監警舒緩儀、7-11提貨券、環保餐具、手電筒等證物 全案巡後依、切盜、偽造文書等罪 函送台灣士林地檢署承辦 警方獲報立即展開了追查 透過監視器發現 他都在環山路一帶四處遊蕩找信箱 切盜是公訴罪 要為自己錯誤的行為付出代價 記者 黃少明 台北報導 好 好 好 來